主席 主席 各位委員 大家早 我想請張部長 請部長 部長我想請問你 張委員 你好 早 我想請問您就是 連日毫大雨 那目前對於 地方上回報回來的災情 你現在目前掌握的訊息如何 其實我每天都到訪災中心 因為 我是總指揮官 是 昨天最後的報告 因為項目很多 我沒有辦法記在腦筋裡面 跟您比較有相關的 跟本席 中南部這邊比較有相關的 有一些 山區的道路 還有一些 土石流邊坡的一些問題 大概都有一個 即時的處理 比如說道路 我記得昨天報告 最後一個搶通的 大概是在六月五號 就可以全部搶通 是 那麼邊坡的處理 還有一些淹水的地方 各部會 因為那個 本席想要請教部長 對於雲林縣 滋水溪和船下長的方面 有一些農作物 好像是西瓜吧 還是 是一個高灘地 對高灘地被淹了 有一些機器被淹了 總共有上百公頃的 然後 這個西瓜田被淹沒 沒錯沒錯 所以那個時候立刻 請國防部有派人去看看 有沒有辦法 立刻來做處理 後來發現技術上有困難 好像吊掛 直升機吊掛 是 發生困難 是 就是這些重機具 農民的身材工具 對對對 全部都 在這個高灘地 被阻 就是完全沒有辦法 到現場 去把這些身材工具救回來 對對 那這些 我相信這些是 要跨部會去協調 怎麼樣去 把這些重型機具 把它 搶救回來 但是最主要的 跟您部會 息息相關的 是有關於這 上百公頃的 這個西瓜田喔 全部都是 大部分 哪不敢說全部啊 大部分都是 像我們四合局喔 來承諸 那你也知道說農民的 半年來的這個 雪漢喔 都付諸流水了 全部都被大水淹走 我昨天在現場 真的是喔 他們的油淚都哭不出來了 眼睜睜的看著喔 他們的田全部被淹沒 他們的身材工具泡在水中喔 是不是有可能您可以同意喔 讓我們水利署喔 來減免這些西瓜農 今年的租金 呃 我想應該是可以啊 如果說合法租用我們的土地嘛 當然 當然要合法啦 沒有合法租用 合法租用土地 我們 呃 我們相關規定裡 有對天然災害啊 呃 這種應該是 本期希望 本期希望 所以我們會 我們會來處理 我們會來處理 特別拜託部長 也特別拜託署長喔 能夠體恤這些 沒有問題這個這個 民眾的這個辛苦 那如果這一點 您能同意喔 本期代表我們所有的鄉親喔 對部長喔 做出最誠摯的一個感謝喔 沒有應該的 這個這個如果說 有這樣請求我們應該來 謝謝 非常感謝部長 也非常感謝署長 那今天我們主要討論的議題喔 還是有關於這個 溫泉法的修正 那目前本期了解喔 就是我們台灣在2005年喔 既有的溫泉業者有544家 那到今年3月 卻僅有128家取得溫泉標章 那8年來喔 福島的成果 福島的這個效果 只完成23% 那請問部長 這個效率過低的原因在哪裡 大部分都是區位的 土地的一些問題 啊 那麼 呃但是現在這個數字 可能跟委員手上數字 稍微有一些 呃 呃 部長請說 新的數字是 呃到 呃到現在為止 既有業者是535家 啊 那麼一共到5月20號為止啊 已經有238家 取得溫泉的開發許可 在緩衝期 就7月1號屆滿之前啊 可以再增加141家 所以一共是379 呃 我們所有目前既有的溫泉業者 會有過半數 對 能夠得到 對包括有146家 已經取得溫泉水權了啊 在緩衝期建滿之前 那麼縣市政府這個已經 有一個估計可以再增加223家 所以我們根據縣政府的 縣政府提供的資料啊 那請問 取得水權的也有到將近70% 請問部長 那剩下的這 呃 剩下的就是 剩下的將近100多家 對 是打算要放棄他們嗎 還是要繼續輔導 這就是今天修法的一個目的啊 因為 那些到底是什麼原因 到底是因為 他受到災害 是因為他們不配合嗎 還是 還是因為我們 經濟部沒有辦法產業 沒有辦法體查這個產業現況 所以沒有辦法做一個良好的輔導 因為他的狀況都不一樣 比如說 呃 他的問題 是區位的問題呢 還是因為他有一些 比如說受到一些災害要復健 需要時間呢 或者 呃 地方政府對於 或者是中央對於這個土地的管理啊 有一些 那部長 本希請教你 對 如果7月1號以後他們沒有辦法完成的話 您打算對他們寄出罰款嗎 罰單嗎 所以我們現在是這樣子 我們現在如果說今天修法通過以後啊 我們認為可以透過地方政府來橫著 各別啊 各別這個溫泉的這個土地的一些 所以您暫時是不會對他們 開出罰單 然後來 我們我們會有一個呃 一個程序 讓他了解這個地方確實是可以改正補正 而且沒有地質災害的問題的話 只要報中央主管機關 呃 來會同來 核定公告以後 他可以改善的呃 期限我們會給他規定 而且要做哪些事情也給他規定 所以如果這樣做的話 大概還可以有百分之二十幾 都可以都可以覆了這個條件 好 那我我本期也很期待喔 因為畢竟觀光喔 是我們現在政府喔 非常呃 著著力於發展的一個重點喔 也希望我們全國的溫泉區設 設化跟溫泉業者的輔導喔 能夠得到經濟部喔 全力的支持 那本期接下來喔 想要請問 行水區私人土地未徵收卻限制用途 是不是有侵權違憲的這個呃 狀況 不曉得 部長就您的了解 現在台灣已經是一個法治國家 憲法對於人民財產權 有非常嚴格的規範跟保障喔 那目前喔 行水區 我知道說呃 我們總共排水面積喔 有兩萬兩千六百多公頃喔 那如果假設真的要全部徵收的話 徵收費用高達五千多億 那 部長 請問 化射行水區後使用上必須受到什麼樣的限制 政府有任 有沒有任何的補償計畫 或者只是放任土地使用受限 這個部分呃 我要說明一下 基本上啊 要化射行水區 這個因為天然的環境在變動喔 所以有一些必須要做一些處理 是這個本席都理解 對 那現在民眾使用啊 這個是考量公共利益公共安全 所以應該不會有所謂違憲的問題 但是在於公共利益 你也要考量到他個人 沒有錯 所以有什麼任何的補償的方式嗎 那有一部分其實經過這個呃 比如說看定是可以在行走 在這個這個範圍之內可以徵收的 我們是徵收 但是有一部分呢 我們是限制 得限制他使用 呃 徵收的部分啊 我必須要講 因為徵收 你們的財務狀況 對 徵收不可能全面的來徵收 所以 你們現在是限兩年內 就是你使用他土地兩年內 你必須要付他徵收款 是不是這樣 應該不是這樣吧 是不是可以請那個水利署長來說明一下 好 請楊署長 我請要報告 呃 使用到他的土地作為工程設施 一定要徵收 沒有使用為這個工 工程設施的話 就是限制使用 是 他可以維持他農業使用 那現在的方法就是 我們過去的限制農業使用的規範 稍微呃 沒有 沒有 不夠嚴謹 對不夠嚴謹 所以我們現在正在檢討 因地制宜 是 要放寬種植的規定 那假設這個種植規定放寬之後 大家還有疑慮的話呢 我們再來協調 那基本上呢 不徵收是並沒有違憲的 因為它本來就是 天然形式所形成的一個水道 只是我們他使用上面 我們給予一些限制 是為了公共安全利益考量 本席理解 只是期待說 有關於要做這個工程的部分 我們這個工程 呃 徵收的 徵收的時間喔 能夠縮短 不知道整天有這些 呃 被 需要被徵收 但是沒有收到 款項的這些民眾 來跟本席 陳情說 你們不給他錢喔 那我覺得這也是 呃 有打擊到我們政府的形象喔 特別拜託喔 感謝 好